读粉丝私信评论 我哥的终身大事解决了 2024年的蛋仔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 粉丝们都在行行我的视频下面 留下了什么有意思的评论吧 来看第一条 是一位叫做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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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粉丝 行行姐姐 可以把小哥的好友给我吗 啊 什么 小哥的好友 那好吧 改天我把小哥的好友列表给你结个错 你想要哥宝的哪个好友你说 别人都要好友喂 你要好友 这个粉丝真奇怪 人才啊 第二条 挑战帮小马鼠追你哥 我的天哪 我哥居然都有弹药了 其实不是醒醒不想帮呀 主要是小马鼠也没来找我 要是马鼠来找我 让我帮他追我哥 我直接就用麻袋把我哥装起来送给他去 直接开席 我哥这终身大事都快吵死人了 终于是有点进展了呀 说 第三条 哈哈哈哈 醒宝每天不是坑灰灰 就是坑奶奶 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我跟灰灰那么相亲相爱 跟我哥也是那么的手足之情 醒醒我什么时候坑他们了 我每天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 在粉丝们的评论区私信里找好玩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灰灰和我哥 居然说我是坑他们 哼 既然如此 那醒醒我下次就再换个蛋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第四条 你能和你哥去玩一下大便天堂 行不行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们是不是和大便过不去了 前两天刚和我哥玩了祥云端 这又来了一个什么大便天堂 我看看怎么个事 哎呀 我哪个道 这地图是怎么过神的 居然还有这么多蛋都玩过了 桌子上还是五颜六色的大便大餐 这地图谁爱玩谁玩去吧 醒醒我玩不了一点 恶心 你们这些坏蛋才吃大便呢 这些粉丝真是太难带了 哈哈 哈哈